在中国的抗战时期可以说是全民皆兵了 敌方的士兵们都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中去 其中就有贵军、川军、乡军以及阅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每一支队伍的数量以及军事质量都非常的强大 抗日战争有了他们才得以胜利 如就中国国富民强,人口的基数在不断壮大 中国解放军的队伍也越来越强 那么现在的中国,哪个胜分的中国解放军人数最多呢?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中国拥有200万左右的在意军人 这个人数在世界各国军力排行榜上也是非常靠前的 这200万人中不仅仅是来自于广东和河南 根据2016年的人口调查显示 广东、河南以及四川都不是解放军服役人数最多的省份 实际上解放军人口最多的省份应该是在山东省 因为每10个解放军里面就有一个人来自山东 山东虽然土地面积以及GDP看来都弱于一线城市的广东和四川 但是山东总人口在中国排名第二 也就是说在山东的土地面积很小 但是山东的军人是非常多的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在抗日时期 山东是一个被日本人折磨得非常惨的一个省份 山东的惨烈状况不一定比南京差 所以山东人骨子里那个抗日的精神 至今在青少年中还能够体现出来 由于祖上都是当兵的人 年轻山东人骨子里都对着参军入伍有非常高的渴望 这是他们祖上就传下来的一种情怀